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倒涌》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16日第1417集B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人民币和港币会受到追击嘛 为什么今天又有这个题材呢? 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第一集呢 就讲着美股可能有股灾嘛 那么在我们香港这一边呢 现在我们香港的情况呢 又在那里酝酿着呢 那么你都知道了 如果要有一个金融风暴的话 都要有一段时间的酝酿 和去培养感情才会出现到的嘛 那么我们现在香港的情况 和内地的情况 是不是正是一个 首于一个比较容易受伤的境界呢? 那么如果是容易受伤的境界 突然间又有一批的追击手 很有钱的 在后面呢 推波助瀾的话呢 那会不会呢 形成一个局面就是 我们人民币会不会受到追击呢? 那我们的港币又会不会受到追击呢? 那以前就说人强马壮而已 那现在呢 喂 马又瘦了 人又瘦了 那么被人追击起来的话呢 力度呢 反弹也未必够够劲的嘛 所以呢 在今天这一张图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当年的英雄 我们香港有三个英雄 那么今时今日呢 我们也有三位的人物 都是跟他们同一个等级啦 那么 但是 力量行不行呢? 实力够不够强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不过我今天呢 就会用一个1997年 一个故事讲出来 因为这个故事呢 其实review是好的 我们经常呢 很容易呢 就是 就是 将以前那些惨痛的经历呢 一下子就忘记了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我们再review回的时候 一路温固滋身 就可以知道 到底现在的情况呢 跟当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还有 如果我们现在又再发生多一次的金融风波的话 到底的源头和那个来历怎么来呢 我们最重要是知道得清清楚楚 如果我们 稍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发现了有什么蛛丝马迹 而且可以提醒到你的话呢 那就最好了 因为走得快就好世界嘛 好了 在这集没正式开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的影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完广告呢 那就最好了 我们现在呢 马上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先 今天的下午大概两点半左右了 我就发了第一条的影片出来 那这条影片呢 很安慰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这些影片 通常都是低过那个Average 就是离行离辣的 咦 今次不同了 今次呢 那条线呢 就是在一个预计的范围之内 那就是多了人捧场啦 那在这里多谢各位先 那其实呢 在这一集里面呢 我们就说 美股呢 我们要预测一下呢 随时都会有股灾出现的哦 那有几位的朋友留言啦 那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他们所说的事情 其中有一位呢 那他说 那我呢 第一次呢 就买美股的 就是因为我 不倒翁啦 就苦口婆心地 告诉他 建议呢 就玩一下美股啦 那这样说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真的受到我的感染啦 而且呢 就听到 那我说呢 就有一只股票叫做PLTR 那他呢 就买入了 那依然呢 现在也是赚钱的 那应该就卖了出去啦 是吧 那如果是的话 那就恭喜你啦 可以赚到钱 那其实呢 我不是鼓励别人买美股的 只不过 我就是看到我们香港 这个股市那个场呢 就没那么好玩 那其实 现在的科技发达的话 在别的地方 玩一下其他的股票呢 也都不是那么困难 资讯方面呢 我们也是很快就可以收到 所以现在换句话来说 买港股 或者是玩港股 和玩美股呢 其实呢 分别都不是很大的 况且 如果呢 可以吸收多些外国的消息的话呢 其实令到自己人呢 就是令到自己都醒目一点的话 或者那个宏观程度会大一点的话 吸收多些知识 根本就是一件好事 我们香港很狡猾的嘛 挨钱炒来炒是不是 李嘉诚的股票 和地产股 但是现在地产就没得玩 没得玩嘛 所以呢 所以呢在美国那边呢 就不同了 但是美国呢 都是那句话 要小心 因为这一排呢 或者这十年来呢 美股的确是升得非常疯狂的 那也都有另一位的朋友 阿Mark 那他说呢 他都有玩开这个 ASML的 那这个ASML呢 早前呢 他就666元买入 那然后呢 707元买出 那其实呢 一超过700元的时候呢 我都真的想落财的 一想落财的时候呢 贪心啊 想他升多些 咦?谁不知滚回来 所以呢我就没你那么好彩 那你呢 又在这个671元又买回了 其实现在的价呢 都还在跌着呢 这些股票呢 慢慢买慢慢收集 完全不用急 因为他每一晚的波动呢 都是会非常之多的 那如果你幸好的话 啊 再可以卖出去的话呢 那就赚两笔咯 不过记住啦 如果你觉得这一间公司是好的话呢 去到底部的时候呢 就不要全部卖掉它 一定要像我这样 有些股票呢 要压在仓底的 因为这些呢 是拿长远来看的话 到时升上去1100元的时候 你发觉 我七百多元就买出去 那就是丢咯 所以呢 有些股票呢 如果值得保持住的话呢 有些仓底货要保持一保持的 那另外也有一位的观众呢 他也说 是啊 ASMA又跌了很多啊 很吸引啊 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 事实上是的 因为由高位跌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跌得那么惨痛的 那你说他会不会再跌下去呢 那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我就觉得 如果这一间公司 你觉得 他在这一个食物链里面 是最高层次的 就是没有人吃到他的 那其实呢 应该就不用怕的 事内运到的而已 你幸好的话 在低位买入的话 高位买出 那你就能够够够了 那顺便呢 也说多两间公司给大家听 一间呢 就是这个 洛杰马丁 他也是由六百多元 因为我五百五十元开始 就卖出去的嘛 那么他就升到六百多元 那现在呢 又跌下来呢 这个水平呢 我又觉得非常之吸引的 而且他那个市盈率呢 就是只有十九倍而已 你要记住啦 美国呢 特朗普呢 就好像说要削减一些费用的 那可能连军费都会削的 不过你说 那不是很危机 是 美国会削减这个军费 可能会 但是他的盟友呢 特朗普又会逼他们 买多些了 所以这间公司呢 其实看上去呢 我又不觉得特别差的 现在时代沥沥乱了嘛 有些武器旁下山 是应该的 所以北约啊 或者美国的盟友呢 他们买多些武器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 那可能另一间呢 就更加好的 就是这个台积电啦 我经常都说呢 就是他现在的订单呢 是足够多的 而且呢 不是说今年 不是说2025年 甚至去到2026年呢 他都还是有很多生意做的 那我这段呢 如果是趁着市场低的话呢 那我看看他有多低咯 我就是觉得自己都挺能力的 就是在138元就买入过 那现在都180多元 是吧 有机会可能升上去 也有机会呢 随着大市再跌呢 再跌回来呢 一点都不奇怪 那我看看你自己有没有钱 如果有钱的话呢 你可以买一买它咯 那我也是那句咯 目标价250元 2026年底 其实就应该是不用的 好景气上来的话 叮叮一声就升了上去咯 不过 都是慎防一样东西咯 因为股神呢 最近的行径呢 行为呢 就很极端了 不断地放货 那放得货的话 人家叫做股神 当然有一种 有一种的 预先估计的力量 是我们平常是没有的嘛 所以我也是要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说多一句呢 如果你相信股神的眼光的话 最近他不断沽货的话呢 后面应该有后续的 而这个后续呢 很可能呢 是会是几大件事的 那我不是吓你啊 只不过我希望你们呢 安安心心 因为呢 我未必可以令到你赚钱 但是希望在这里呢 告诉你这个风险的话呢 令到你们不用亏钱的话呢 那都是一种功劳啊 那大家记住咯 我们的一九九七年那个金融风暴 哇很多年了 哇陈年往事啊 还说来干嘛 哎不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亚洲区域这个地方 你觉得在一九九七年和现在比较的话 在我们香港周围附近的那些国家呢 在一九九七年和现在比较 是强了还是弱了呢 我又觉得没什么分别啊 可能都是好像薯片那样脆的 一督就散了 分分钟 那我们看到呢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 许诗仁啦 曾荫权啦 任志刚啦 是不是 这三个我们都知道的啦 哎 背后还有一个呢 操控者 不过这个呢 以后呢 就是之后呢 才弹起的而已 但是在当时呢 未入流的 这个呢就叫陈德林啦 但是呢 这篇文章呢 就是因为我在他的 网页那里 就是在那个金融管理那个网页里面呢 找到他讲这个金融 风暴的故事 那我觉得呢 应该今天呢 要拿出来和大家讲一讲 因为要预备一下嘛 随时呢 风暴又会杀到埋身的 那这篇文章呢 就是在这个 2019年的9月11日 写出来的 当时呢 就讲这个金融风暴啦 香港金融呢 稳定的保卫战 那怎么说呢 那这个 那我代入去 这个陈德林那个 那个 那个角色里面 他就说 那我呢 就有30年这个金融生涯的经验 那我有幸呢 就亲身体验过呢 就两场的金融危机 第一场呢 就是1997年爆发的 叫做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场呢 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那他也有份参与 就是有份看啦 对不对? 尤其呢1997年呢 他就有份操刀的哈 听着啦 他说呢 这个亚洲金融风暴呢 就席卷区内的各个地方 是不是呢 更加有投机者呢 就乘机呢 就走来搞香港 追击香港啦 那而且呢 利用这个叫双边操控的策略呢 就通过在汇市里搞搞阵 就其实呢 就是声冬激势 就在股市上面呢 就赚钱 那这个方法呢 真的很好用的 天天当我们香港呢 就是一个 呃 提款机的 不断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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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很多钱走的 所以我们香港呢 就是会冲击我们香港的 联系汇率制度啦 那含在股票市场上面 都是有动荡的 那他说呢 陈德林就说 当时呢 他就是临艺寿命呢 指挥入市行动的 攻防战的其中一个要员来的 好啦 那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呢 有些意见就说 喂 这是一个金融市场,是一个自由的市场 其实政府是不应该干预的 所以就好像如果干预的话 就会违背了这个市场的自由经济的原则 所以有很多人都不认同政府入市的 但是他们没办法 因为陈德林说我就是站在最前那个 所以别人这样批评也没办法 因为这一场仗如果不打的话 香港可能就会输得更加惨的 所以这一次的金融风暴就令到他们知道 到底这些情况会不会再重新发生一次 其实一定会的 只不过是在不同地方 不同时间和不同的原因 但是差不多了 都是会这样发生的 至于这个完美的风暴怎么酝酿出来呢? 他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金融危机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的 他说当时在这个亚洲金融风暴未爆发之前 其实区里面呢 已经有很多经济体系 就是其他很多国家 已经有些问题产生了 那么这些问题呢 包括了是 汇价股值过高 就是当时其他货币呢 可能就升值得比较快 而且呢经济过热 就是含含声 其实现在我们香港有没有呢 我们香港似乎又没什么 就是经济过而又不过了 而且呢就是当时来说呢 很多国家呢 都是过度举债 这个我们香港就有了 过度举债呢 就是说欠了很多钱了 好了 尤其呢就是对外的方面呢 就是严重失衡的 什么叫严重失衡呢 就是这个经常账呢 出现了很多赤字 就是说 export和import呢 这方面呢做得不好啊 所以呢就争了很多外债啊 那又争了很多外债 就是说 就对了 人家当然要看着你 趁你病 拿你命的嘛 而且呢 当时的银行体系呢 出现了有一件事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错配 错配意思呢就是说 不在风险的范围之下呢 就乱借钱出去 哦 那这一场呢 在这些炒家和追击者的身上呢 看得清清楚楚的话呢 还不是你 是不是呢 那当然是动手啦 所以呢 在这个一九九 即是九十年代啊 也都有不少的国际银行呢 是放贷呢 是很进取的 当时呢 以日本来说呢 是最厉害的 就是借了很多钱出去的 那借了很多钱出去的 那你都知道了 有一段时间 就是亚洲 这么好环境的时候 那些人觉得 诶 借钱了 大量借钱去投资 是没所谓的 但是你都知道了 一有时候的话呢 那就麻烦了 所以呢 当时来说呢 很多对冲基金呢 在里面的投机者呢 早就已经觉得 嗯 这一场风暴呢 已经慢慢形成了 就是说呢 很多条件都成熟了 是时候落祸呢 是动它了 所以呢 正正在看着这个日元 和其他亚洲货币呢 就是他们的列物来的了 那万事俱备了 就会演绎了一场呢 是完美的风暴呢 就即刻发生了了 那你说是不是很大件事呢 稍微有些年纪的人呢 都应该呢 想到当时的情况呢 应该都还可以记得一下的 刚才呢 我在片头的时候呢 已经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就是一九九七年之前 那时候 还有现在二零二四年的话 在我们亚洲区里面呢 那些所谓熟悉的国家 譬如好像什么马来西亚 泰国啊 印尼啊 这等等的国家 菲律宾啊 这些是不是一个 现在是不是好很多呢 其实不是的 我发觉他们的货币呢 跌了之后呢 一直都是很低迷的 那其实现在的环境呢 我也不觉得他特别好的 所以呢 如果现在除非有肉食啊 如果不是说呢 那些风暴啊 即是金融风暴的追击手呢 就应该不会来的 但是呢 我在这里呢 有两张图想给大家看一下的 尤其下面这一张图呢 你们可以看到呢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 至到一九九八年呢 这段时间呢 一元美元 换这些 亚洲国家的货币 包括了泰铸、印尼盾、披索、马币 和这个韩元呢 都是跌得非常之厉害的 那你就可想而知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金融风暴呢 到底是走了啊 还是依然继续存在呢 我都不知道 不过呢 我们的故事还没说完的 继续听下去你就知道个人了 在一九九七年的七月二日 即是玫瑰的第二日 那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了之后 第一日开始了 那想着没什么问题了 那陈德林就说 哎 早上早 我继续呢 如常上班 就在这个花园道三号呢 办公室呢 就继续办公 那他说呢 坐下没多久呢 突然间呢 电话就响起哦 那这个电话响起呢 另一端 原来呢 就是这个 泰国的央行 的主管国际事务的官员 那他呢 就说哎 简单点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决定呢 放弃守住泰铸啦 又得泰铸自由浮动啦 我们没有钱守啦 这样说 哇 这件事呢 就大件事啦 他说呢 因为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呢 跟着那几个月呢 泰铸的贬值力呢 就超过50% 因为这个缺口之后呢 一场极具破坏力的金融风暴呢 就席卷全个亚洲 也就是说在泰国呢 就开始呢 就席卷其他国家啦 现在转眼之间 无论是这个印尼盾啊 马来西亚的令吉啊 或者是菲律宾的披索啊 韩元等等呢 都是一个一个倒下的 那这场的金融危机呢 最初呢就被人叫做 亚洲货币危机 但是这个名称呢 就应该不是太准确 他说呢 就算这样看来呢 表面看来呢 无疑呢就是一个 亚洲货币呢 受到的冲击啊 但是呢 其底蚊呢 和后遗症之心呢 就非常之重要的 那所以呢 整个金融体系呢 都是受到严重的冲击的 好了 那这个严重的冲击 那对我们香港又怎样啊 喏 他说呢 这里有这样说的 他说如果一些食物呢 要腐烂之前呢 必定呢 跟着呢 就会有很多东西跟着 在后面来的啦 那这样说 尤其是投机者呢 他们呢 是会看着一些的目标啦 那这些目标呢 就是可以呢 找到一个最脆弱的地方来攻击 然后呢 就从中呢 就可以赚到钱 那怎么从中赚到钱呢 他说呢 暗这一件事呢 就是一个关键来的 什么叫暗呢 就是在私底下呢 他们慢慢慢慢呢 就搭一个鸡棚出来 而这个鸡棚呢 就千万不要被人知道 因为一被人知道的话呢 要避免市场的人呢 有所警觉 所以呢 要暗地里去做 做了出来之后呢 因为你做得太过分呢 市场的利率会很快上升的嘛 一旦上升的话呢 就会增加了这个借贷沽空的成本 所以这一批炒价呢 好鬼精的 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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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目标呢 就令到呢 无论在国际上 或者当地人 比如在泰国 那些投资者呢 就会产生一种羊群心理 就是大家 你怕我怕 那你怕我怕的时候 就怎样呢 哦 帮到一把了 帮手呢 就是将当地的货币呢 就不断抛空 然后呢 就是换成美元 那泰国就是其中一个啦 如果不是他不会说 哇 守着守着守不住 因为他发觉不妥 除了那些炒家之外呢 还有其他人呢 都是在那呢 被他推波壮难之下呢 就是不断地去问这个央行呢 就说 哎呀我们要美元 我们不要泰铢 这样说 说换一下换一下 泰铢 泰铢就一路这样 赌上来 那美元的仓呢 就一路这样减少 那最后就守不住了 那就是呢 投机者呢 用了这一个方法呢 就是不断地去做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呢 你将那个货币压低了之后呢 那其实呢 你是换了美元回来 是不是 但其实你的泰铢也是借回来的 到时泰铢大大贬值了 你再用很便宜的价钱 买回泰铢回来 然后再还回给这个国家 那搞定了 但是你从中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譬如如果泰铢贬到50% 那你就赚了50%咯 这样去做的话呢 哇 无往而不离 当然这些都要眼光准的 但是有很多国家 喂 他们没遇过这些对手的嘛 大佬 还要是美国那边的大鳄 这样打下去 泰国当然是吃虧的 不单是泰国 其他国家也是吃虧的 那一打下去 这一个货币的崩溃呢 就形成了一个亚洲 一个完美的金融风暴呢 就是这样来的了 其实我们香港呢 用这个联系汇率呢 也是一个破绽来的 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死穴来的 一是不要被人捕 一捕的话呢 我们就很大祸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守住这个7.8这个关口的话呢 就要用很多的钱呢 去顶住的 那你都知道了 一定会有人在周不时去挑战的 那当然 如果你钱多的 有能力守住这个7.8的话 那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所以97年呢 可以打得过的话呢 其实真是好彩的 喏 是根据陈德伦所说呢 他说首轮的攻防战呢 就是这个1997年的8月呢 就打起了的 那么去到这个10月20日 那一天开始呢 港元的短仓呢 就是那些人看淡了 或者沽空了 就不断增加 为什么呢 来搞香港了 对不对 按照这个货币的发行局的设计呢 抵御这个机制就怎么样呢 就是 如果有人是要是不断的去沽港元的话呢 那你就要不断接港元的了 还要不断将那些美元给了人家 对不对 那但是这样不行的哦 因为当时呢 看到呢 银行那个体系的结余呢 就是可能呢 剩下二三十亿 啊 和现在比就差得完啦 我们现在的资金池是大很多 啊 当时呢 银行的结余体系呢 大概是二三十亿 甚至有时呢 直接银行呢 出现了负数 就是这个银行体系里面 出现了负数 那负数是什么意思呢 那可以简单一点这么说 就是说 有些银行呢 他就很等钱使 那等钱使怎么呢 是咯 那就要问其他银行借钱咯 就是小银行 如果等钱使 就要问大银行去拆些钱回来 那就有拆息呢 就令到拆息呢 就向上升咯 咯 拆息向上升呢 就对啦 因为息口一向上升的话呢 那很多地方呢 都运作呢 都会很麻烦的 那他曾经试过呢 在十月二十三日 这个叫黑色星期四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香港的隔夜港元利率 就是同业拆息呢 就一度呢 是抽升到三百个percent 哇 三百个percent很厉害 但是有个好处的 因为这个呢 是任一招做出来的 任志刚 那他当时就 不是很肯 就是听人说 就是不肯 不是很肯拿美元去 去接港元 那又不想说完呢 被人沽空 那怎样呢 就是把利息抽高 抽高的话 就看些人就说 那利息高啊 不要走啊 继续留在那里啦 那所以呢 沽空的情况呢 就收敛了的 但你记住哦 因为呢 因为呢 这个隔夜利率呢 抽到上三百来的话呢 在外汇市场那方面 可以稳定了 但是呢 在股票市场方面 就大领落了 因为呢 就是因为这个利息抽高的话 你都知道 九七的时候 有很多人炒 炒楼啊 炒股票啊 当时都兴巧合的嘛 一旦来到一抽高的话呢 哇 整个楼市股市一散了 整个金融波波散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一次呢 就叫夹息啦 一夹高的话呢 虽然保得住香港的联系汇率 但是我们的香港的地产市道呢 就是这样 而死了啦 那所以呢 这一次的情况呢 不单止 相及了香港的实体经济 也都令各个金融风暴呢 或者金融系统呢 都是受到严重的冲击的 好了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在这个结尾之前 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现在香港的外汇储备好不好啊 我们香港现在金管局所说呢 在11月7日公布呢 就是说 我们香港在截到10月底为止呢 外汇储备呢 大概有4214亿美元 那是不是很好呢 我不知道啊 不过现在呢 以前的大岳 和现在的大岳呢 都是小小的 现在的大岳呢 就是大大条的 而且呢 一说来的时候呢 就整堆一起来的话呢 我就是怕这4千多亿 不知道能不能够 还有 以前我们香港呢 就钱多嘛 但是我们现在香港 举债度日嘛 这样才是大事嘛 所以呢 会不会呢 形成了一个 呃 就是 位置 被人家来攻击呢 因为 你也知道啦 正如陈德郎所说嘛 那些炒家 或者那些投机者来到的时候呢 他不会告诉你 他不会告诉你 他不会打响口的 他慢慢形成 到那麽上下他才动你 那就很大事啦 你看到我们这一排 我们香港恒生指数 由2万3千点 跌到来到1万9点 这里呢 都是很可能 都是这样搞出来的 所以都很害怕 那就说 不用怕 我们有阿爺顶着 那 下面这一幅图呢 就是阿爺呢 那个 呃 外汇储备啦 一到呢 有2千年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多钱的 一路上升升升升升升到去 大概是2014年 2015年呢 当时呢 有4万亿美元在手 非常之有钱的 但是这一排呢 又跌下来了 那现在都保持有3万多亿 但是你要记住哦 因为内地方面呢 其实他们都欠了很多钱的 所以这些3万多亿到底呢 有多少钱 左计右计有多少钱是可以用得到的呢 可以拿来防卫的呢 哈 都要计一计的数啦 如果给那帮大鹅一早计定先的话 知道原来你的吸手 哈 就是那个底牌 啊 是佳砖三的话呢 那就大事了 所以呢 现在呢 求神拜佛呢 在我们有生之年啊 炒股的情况呢 最好不要再振用多一次的金融风暴 如果不是说呢 我们香港和内地呢 都未必承受得到 好了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各位